即使还在隔离 国民党高雄市长提名人 柯志恩不忘隔空抢身量 才刚开始跑竞选行程 就因为确诊通通停摆 柯志恩的参选期跑慢了一大步 让蓝莹也焦虑 我们都在为他铺陈 而且我们都代替他 也来帮他一起来跑行程 虽然他不在现场 所有的政策每天都跟我们联系 毕竟另一头积极争取连任的陈其迈 主打一天一试证 先前玉皇宫参乡 玉皇宫主委伸蓝铁装脚 镇前倒戈 视察考谈排水诊治时 蓝衣小鸡也跟紧紧 前一天高一钢筛医院上梁典礼 陈其麦汉副议长陆蜀美互动热络 都被解读拔装成功 在马祖港桥那边 这也是我们争取好久的一个建设案 那不管最后成案跟动工 是在哪一个市长的任内 我想这是我们高兴人的事情 跟政治没关系 我当然要监督要求 这是纳税人民义务 纳税义务的人的钱去做的建设 我们蓝色的议员这样参与我 倒是觉得我们蓝色的议员非常的大气 是不是阵前倒戈 蓝银基层强调是扮演监督角色 但高雄之战才刚揭开序幕 绿云似乎已经先领先一步 环宇新闻林维卡刘佩婷 高雄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订阅